然后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要了解的 就应该是知道了站的特征之后 我们应该来实现一个站吧 对吧 来实现一个站支持这样的方式 但是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 站你可以用顺序表 也可以用面表 那为了给大家节省时间 我们现在直接用顺序表来去写 直接用顺序表来写 那在python当中 哪个类型是顺序表 列表就是顺序表吧 好 那我们就借助list这样的一个容器 来实现站 那实现的时候 那之后大家就看到了 代码特别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实现的这个站 到底支持哪些操作呢 要创建一个新的站 然后紧接着 站应该是支持 往里面去添加元素吧 那我们把添加的这个原 添加的这个过程 这个方法 有一个学员叫做压站 压站 也叫入站 压站 那在英文当中呢 我表我表我普通话应该是标准的吧 如果说成德的普通话还不标准 那哪个能标准 是这个压 往里面去压入 有一个压站 也叫做入站 好 那在英文当中呢 在英文当中呢 我们通常会把这样的操作叫做push 是往里面推 然后紧接着 在出的时候 是出站 也有管它叫弹出来的 那这个弹出来的话 就是根据英文名翻译过来的 pop出来的 pop出来的 然后紧接着 再看站当中 还有几个学名 我们刚说站的底部 你不能操作的一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站底 而你能够有数据出入的那一端 我们把它叫做站顶 所以我们除了pop的话 应该是从站顶弹出元素吧 那除了能弹出之外 我们还想查一下当前的站顶所存的这个数据是谁 但是你别出站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操作叫做peak peak的话 就是把你的站顶元素给我转回来 但是元素还在站当中 别出来 紧接着就是判断一下站是否为空 还有站当前具备多少个元素 这是咱们要去封装的一个站的ADT的结构 好那这时候我们还去来写一个类 赛个表皮外 赛个表皮外 然后紧接着的话 我们把我们要实现的这个过程拿过来 我们要去实现这些方法 push加战 学完这几天之后 大家应该在写的时候 就应该能主动的去往类层去靠了吧 对吧 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带着大家 让大家去写面向对象的方式 对 对 这有点 进去 下午好像比下午还热 没事没事 然后我们开始写啊 我们现在对于站来说 我们要定义这几种工作方法 然后紧接着话 应该在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使用的呢 if刚刚 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应该去构造一个站的对象 然后再去往里面加元素出元素吧 所以在去使用的时候 stack s等于stack 那这个时候的话 这是咱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使用的时候想一下 对于这个站来说 我们对于它的构造盘数 需不需要进行定制呢 需不需要进行定制呢 想一下 我们现在定买出来的这个站 只是把它支持的行为给描出来了吧 那真正的数据去存放到哪儿啊 是不是得有一个容器把数据存进去啊 对吧 那这时候就想了 我们说了站最终对应的那个容器 你可以用顺序表 也可以用电表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写的时候 就把它去存放到顺序表当中 也就是python当中的list啊 那好了 在构造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容器 聚取的那个保存的地方 给它生成出来 然后紧接着我往里面去添加 还是往里面去从当中去取 都是从那个容器去取的吧 所以在构造的时候 一上来 一旦构造 我就应该先去把这个容器 给它生成出来 self.dr 我们比如说 要保存的这个东西 叫什么呢 好 那就叫list 再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把这个list 给它封销上私有的东西呢 因为对我的 对外来讲 我们不希望操作站的人 直接去操作我内部的容器吧 如果我把我这容器交给你了 那你是不是能够绕过我这个push跟pop 直接去对它的对头对尾 都可以进操作了 也就达不到我们的意义了吧 所以我们尽量把它去给做成私有的东西 一上来没有任何元素 我是不是可以建一个空列表 好 建立空列表之后 紧接着容器有了 容器有了之后 看第一个方式 这是push 只是属于压站的吧 压站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定义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列表 你到底把它的列表的头部 作为对外的那个开端 还是说把它尾部作为开端 完全都是由你自己来定了 那紧接着话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压站的时候 始终从列表的尾部去压呀 如果从列表的尾部去压 那我取的时候也是不得从链表的尾部去取啊 对吧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写 如果是push的话 接收的是你要往这个站当中存的到底是哪个数据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直接save点 往这个链表 往这个链表当中的尾部去添加吧 往尾部去添加item 对吧 你想我通过执行列表的open的方式 是不是就添加进来了 好 那我去取的时候呢 我如果是在尾部添加取 是不是也得在尾部去取呀 那所以对应起来 save点 杠杠list 取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直接pop啊 然后呢 不用接收参数 它就从对位弹出来吧 那你想了 如果我上面写的呢 上面写成这样的方式 list点insert始终从零这个位置上面去添加 然后那我底下对应的pop是不是也得pop零呢 对吧 好 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你到底是选用在尾部还是选用在头部呢 为什么选择在尾部呢 不是说杯子的形象 而是因为顺序表对于尾部来说 它的操作时间复杂度是O1吧 对于头部来说时间复杂度是N吧 对吧 所以如果你去使用顺序表去存的话 那我们就使用顺序表的尾部 那如果说 如果说看一下 使用单链表的方式来去实现的话 如果说使用单链表的方式 看一下 这个单链表 这个单链表 如果使用单链表来存 那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做的时候 是从链表的尾部 还是从链表的头部呢 头部吧 如果从链表的尾部 复杂度就变为O1了吧 如果对于链表头部 是只要操作头就可以了 是O1的操作吧 所以根据你选择的这个容器不同 你最终再去存的这个操作这个端 为了时间复杂度最低 它的端也是不一样的 好 那紧接着 peak返回站顶元素 现在我们把这个站顶叫做哪 链表 这个列表的尾部是不是站顶了 对吧 那所以我要返回 返回站顶元素 就应该是把列表当中的 哪个元素去弹出去的 再返回去 最后一个吧 对吧 应该把列表的最后一个元素 给它返回回去 那最后一个元素怎么来写 负一 对吧 那如果说列表是一个空列表 如果说列表是一个空列表 那空列表支持负一操作吗 是不支持的吧 所以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是不是得有一个判断呢 如果说列表是存在的 不为空的情况下 我去返回列表的最后一个元素吧 否则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返回难呢 代表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对吧 返回一个难 然后紧接着再看 判空呢 判空呢 return lens的话 应该是底下这个东西吧 返回链表的各 返回站当中的元素 各数 是不是应该是lens sive.r 杠杠 lis吧 对吧 那好 那对于判空这块 怎么来返回 我们就应该是 如果是空返回针 不空返回甲吧 那我如果直接返回sive.r 杠杠 lis 这样的方式可以吗 可以吧 但是我是不应该这样去写呀 如果这样去写 他通过down is empty 直接就拿到我内部的列表了 对吧 在课件当中是不给大家注意写的 不是这样去写的 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 通过我这样去写sive.r杠杠 lis能达到效果吧 列表如果是空的话 你看我们再去使用的时候 再去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通常是sive.r is empty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使用的 一个 一个站的 判空 对吧 想一下 对于这个方法来说 这个方法是 如果为空返回真 如果不空返回甲 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通常会把这样的真假条件 放到硬 当中来判断吧 然后这时候 如果你掉了这个方法的话 我给你返回的是sive.rlist 看一下 那也就相当于 我在这个地方就 替换成了 if.rlist 降临方式吧 对吧 那你想 列表来说 空列表 是不是就代表是假 只要里面有一个元素 就代表是真的 对吧 那我刚才这样写能不能行 sive.r-rlist 我取 如果这样写的话 我得取一个反 不绕了 我们不绕了 直接不这么去简写 直接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空列表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写 是不是大家都能理解得了 那我把这句话 看一下这句话 如果现在对这个还有疑问 那我之前写的单列表的 探空的时候 是不是始终这样去写的 怎么现在才问出这个问题了 怎么到这个地方才问出来了 这句话是怎么执行的呢 一旦碰到rayton的情况下 我首先的话 应该去计算rayton右边这个式子的值 然后作为返回吧 现在右边这个值 是不是相当于 双等号代表的反 或者是一个逻辑值啊 也就是说它判断的结果 如果相等代表的 这个表达式的值是真吧 你就把真反回去了吧 我现在相当于是简写了吧 如果 如果是这个东西的话 你刚说的这个评论是吗 完了 意义多引也出个问题 上面这种方式跟下面这种方式 可不可以达到一个同样的效果了 看一下 现在这句话 如果说链表是一个空链表的情况下 空链表在逻辑值上面 意味的是谁 是真是假 是假吧 如果LOT一曲反的话 也就是意味着是真吧 那我返回的是不是就是猝子 对吧 这上下两个效果是一样的效果吧 我们不在这上花个时间了啊 大家下课去想一下 你在学Python基础班的时候 在Python基础班当中的时候 哪些东西是假 哪些东西是真的 空次不算是真的 是假的吧 然后呢 零是假的 然后空次点是假的 空元祖是假的 空列表是不是都是假的 在逻辑值上面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对他进行逻辑判断 这一点别忘了 好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对于站 我们所要去实现的这些方法 是不是都已经实现完了 是不是挺简单的 那之所以简单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去利用了 之前已经封装好的顺序表也好 你的链表也好 是对于这样一个存储结构的 一个二次开发 对吧 所以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去写了 S表可以直接往里面去 固实吧 对吧 固实 比如说我现在先push1 紧接着 234 往里面压了4个 这时候我先要去取了print s.pop 取出来的第一个数是多少 直接运行一下 为什么都是none呢 我pop的时候没有返回吗 哦对 范围直接没有返回 没有返回的话 这个弹数的返回值是不none 所以需要加上一个return 然后这时候再来看 我压的时候是1234 弹出来就正好消反吧 4321 这就是站的一个特点 好 那站说完了 紧接着我们就来说对列了吧 那对列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这个对列 实际上是跟站也是有点类似的 只不过是他在支持操作的时候 是在两端进行操作 一端入另外一端出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来写一个对列 先上课吧 因为除了这个对列的话 还有一个双端对列 还有一个双端对列 大家先精神一下 我们完结一下 一公园 小 小 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